斗罗大陆中势力众多,但最有名的是五魂殿和上三宗。 五魂殿就不用多说了,天斗帝国的上三宗包括七宝琉璃宗、蓝殿霸王龙宗和天下第一宗的浩天宗。 但比较遗憾的是,多年前天下第一宗曾遭五魂殿围剿,不得已败退深山,隐世不出。 那么问题来了,号称天下第一宗的浩天宗,为什么不抵五魂殿,最终落到避世不出的下场呢? 斗罗大陆漫画最新画,天使斗罗迁倒流到海滨城市劫沙浩天宗创始人唐晨。 两人都是九十九级爵士斗罗,战斗的场面那叫一个惊天动的。 不过两人年轻时曾是好友,开战之前还唠了唠嗑,也就顺道把浩天宗败北的原因给说了出来。 原来斗罗大陆原本有三位九十九级爵士斗罗,不过海神斗罗波塞西远居海神岛。 根本不过问斗罗大陆的事物,和另外两位爵士斗罗几乎没有利益冲突。 但天使斗罗迁倒流和浩天斗罗唐晨之间就不一样了,一边是自诩大陆正统统治者的天使一族。 另一边是天下第一宗门浩天宗,两边势必会产生利益冲突,导致你死我活的争斗。 原本五魂殿和浩天宗一边有一位爵士斗罗,两边算是势均力敌。 但是几十年前的一天浩天宗爵士斗罗唐晨突然失踪了。 导致双方力量均衡被打破,拥有爵士斗罗的五魂殿一方占据绝对优势。 虽然浩天宗实力雄厚,光宗门就有不下六魂封号斗罗,但这些战力在九十九级爵士斗罗面前就像纸狐一样,分分钟败下阵来。 没办法,唐晨失踪后浩天宗无人能匹迪迁倒流,整体实力大打折扣,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弱。 到了唐浩这一代,五魂殿和浩天宗的矛盾彻底爆发。 面对拥有大杀气的五魂殿,浩天宗节节败退,不得已退入山中避世不出。 那么为什么当年五魂殿没有把浩天宗赶尽杀绝呢? 一方面唐浩只是失踪,谁也不确定他是否已经去世。 这个不确定性很可能为五魂殿带来灭顶之灾,所以不敢对浩天宗赶尽杀绝。 另一方面,浩天锤毕竟是天下第一五魂,攻击力爆表,如果五魂殿逼急了,面临灭种之灾的浩天宗是必全力反扑。 这股反扑必定让五魂殿损失惨重,即便取得最后的胜利,也是惨胜。 所以综合下来五魂殿选择以浩天宗必是不出位条件,放他们一马。 总结下来就是说,爵士斗罗在斗罗大陆中是超然的存在,他能以降为打击的优势,轻松击败任何一方势力。 谁拥有了爵士斗罗,谁就拥有了话语权。 斗罗大陆第二季,无魂殿为什么要追杀堂号? 只因其老婆是十万魂兽。 感谢各位美丽帅气的读者在百忙之中抽空来看这篇文章。 希望可以给您带来一点轻松和愉快,欢迎大家前来阅读哦。 斗罗大陆第二季一开始就是非常让人心绪澎湃的大场面,无魂殿追杀堂号。 无魂殿出动了三个封号斗罗,不仅仅又开始的鬼斗罗,菊花斗罗也出现了,最后甚至连教皇都出动了。 要知道那时候的堂号虽然天才但是也没有达到封号斗罗的地步,因此蓝银黄的实力应该远远的被大家低估了吧。 唐三的母亲本体就是有着十万年修位的蓝银黄。 但是她遇到的是堂号,一个不嫌弃她身份不想杀她的男人。 因此她也是获得了阿银的芳心,不过这一件事还是被五魂殿发现了。 座位最大的组织肯定是非常需要这个魂环的,他们也开始追杀阿银希望可以得到这个十万年魂环。 再者说堂号的老婆阿银是十万年魂兽,杀之必得十万年的魂环和魂骨,非常珍贵。 可以说是当时大陆上最受魂师们的追求。 唐号的实力非常之强。 要不是因为刚突破九十级还没有魂环的话,这三个人绝对不是对手。 是浩天宗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。 在最后,五魂殿教皇使出时间静置,让唐号没法动,差点没要了唐号的命,再危机关头。 阿银跑出来,使出献祭,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住了唐号父子,从那个五魂殿的教皇看见阿银献祭的时候。 发出那种不甘的声音就能看出有多么不甘心。 第二季第一集真的戳中了我的泪点,为了爱两个人彼此付出。 看了这么久了哦,小主眼睛累了吧,坐下闽口茶,继续您的精彩言论吧。 斗罗大陆,唐号大战封号斗罗欲危险,阿银献祭旧唐号,网友,虐欣。 斗罗大陆,的回归也是掀起了欣然大波,因为这部国产动漫一直以来的粉丝都很多。 是不少人一直都心心念念的一部动漫。 小编也是一直都在关注这部动漫的,从它开播到停播再到宣布回归。 小编都在密切关注着,最近,这部动漫的剧情越来越精彩,已经到了唐号大战五魂殿的剧情。 今天小编就和你们来讲一讲这个剧情。 在这部动漫中,势力强大的组织都有哪些呢? 小编先来给你捋一捋。 首先是五魂殿里的三大势力。 他们分别是吴天宗、蓝电霸王龙家族、七宝琉璃宗。 当然还少不了唐号这个旷世奇才。 话说在剧中,唐号的心上人就是蓝银草黄阿银,他们相爱了。 但是因为阿银的特殊身份,是十万年的魂兽,所以避免不了被人虎视眈眈的命运。 他就很不幸地被千寻及看中了。 唐号为了心爱的女人,几乎是不顾一切,只想解救他。 他为了阿银,毫不畏惧五魂殿的实力。 甘心与他们为敌,与他们对抗。 然而让我们担心的秦昊也是丝毫不输他们的,虽然他们有强大的三人集团。 但是唐号却孤身一人就用乱披风锤法把他们击退了,真是厉害。 看来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,为了保护自己的心上人,他的作战都必胜。 但是最终唐号还是因为寡不敌众而差点要被千寻及要了他们的性命。 眼看着唐号陷入了这样的危险当中。 阿银也是决定要用献计去救他,义无反顾。 小编觉得这段剧情实在是太虐了,你们呢?